Hello 现在其实已经很晚了 是纽约的时间 一点钟 因为我一直在加班 所以我赶紧看看我的小妞怎么样 然后我准备去睡觉 后来数着发现少了一只 我就找呀找 找呀找 最后在 这里发现了它 哈哈 它里面还在里面生了一颗蛋 可见它可能在里面已经困了 可能困了至少半天了吧 我现在把它救出来 真的是服了你了 有点想磕 因为外面现在很冷 这稍不注意加班就这么晚 真的是不太健康 Hello 出来吧宝贝 哦 都湿透了 超可怜 小可怜都湿透了 它肯定很冷 或者它今天肯定很凉快 我去换水了 天呐 藏屋那够的能力 天呐 你们真的是 专业又一个星期没有骑鸟笼了 哎 好消息是自从上一次 更新有一只鸟生病了之后 在我精心的照护之下 它们已经完全好掉了 好掉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我现在都不知道 到底是哪一只生冰果 我现在给他们弄点东西吃 因为我太忙了 一直没有管 他们肯定饿坏了 我觉得得让那只 泡了一天水的鸟也过来吃东西 它在在角落里面 看到了吗 它可能很冷 因为它在有点发抖 但幸好那个水不是很深 所以它其实相当于在里面洗了个爪子 然后可能这台那个也像水牢吧 深陷水牢 主人无动于衷 捡个蛋的 不要佐我啊 好一颗蛋 一颗蛋 哎呀没有蛋蛋 我找一找 这里面是沙盆 就是每一次我弄沙盆 他们都可开心了 他们的蛋基本上都会喜欢 是在沙盆里 两颗蛋 三颗 四颗 五颗 六颗 ok good job 我可能就是一两天没过来吧 没过来打扫 我明天得有空的时候得赶快过来打扫一下 你看里面那只鸟鸟正在很忙的 很着急的在做他的那个颗 幸好现在是夏天天气也不是很冷 好啦 我给你们去洗蛋蛋 去洗水壶 然后我也准备去睡觉了 就是过来报一个平安 因为可能之前有关心那只生病的小鸟的小伙伴 现在他已经好了 因为我都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只生病了 他们四肢都是好好的 特别棒 棒棒的 拜拜 晚安 拜拜 再看一块吧 还是蛮不至于的 他们真的好不挑食哦 我好想把我的西瓜拿出来给他们吃 可是天气天气边热了之后 稍微不注意的话很容易生小虫子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小葱呢 我们家有好多小葱 这只鸟在看我 好了 说拜拜吧 拜拜 晚安拜拜 加油哦